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因为2月18号魔法风云会出了新系列神河泥潮记 那我自己本身对于Cyberpunk风格的东西都有一种独特的喜爱 所以像当时2077我其实也是冲手发的 那这次的神河因为我自己也就变得蛮想要玩 但是身边虽然有朋友也有在玩魔法风云会 不过也不太可能常常打 所以就变成还是只能够透过线上游戏 那这里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这一款已经上市了两年 但是在台湾没什么人在提的魔法风云会竞技场 魔法风云会相信有在玩卡片游戏的人 应该都知道它是非常老牌的疾患式卡片游戏 那我自己本身是从台湾最早进中文版 也就是在第四版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大概大概26年前时候的事情了 因为那时候我应该才国中而已吧 但是因为台湾只有进第四版而已 在那之前其他的卡片都是英文版 所以那时候我在一个英文都考零分的情况下 却可以玩英文版的魔法风云 一直到现在都还可以 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情况 因为它的英文并不难 有一些东西需要查一下 但是大部分的单字 你只要看得懂一个系列 你每个系列都可以看懂 这也是跟游戏网最大的一个差别 它的语言比一般的英文还要简单 跟游戏网你看得懂中文跟日文 你还不一定看得懂它的规则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 而且再加上因为它的规则在各个系列上来说 会有增加新规则 但多半都有所谓的延续性 当然它还是有所谓的环境赛制 就是例如说通常是以两个主系列为主 当一个环境 而当出了新系列以后 前面旧的系列就会开始慢慢被淘汰 当然一些好用的料它之后还是会复刻 借此达到骗钱的效果 以上算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魔法峰会这款卡片游戏的生态 那今天其实主要是要讲这个线上版 但这个线上版因为中国以及东南亚区域被腾讯独带了 所以它这款不能出中文 而且它也没办法在台湾下载到手游版 这一点就会比较可惜一点 但腾讯它买断以后过了两年也都没有上线 因为这个国际版都已经上两年了 结果中文版到现在都还没一个影 反正就一些不知道什么政策造成了 那个就没办法也不管它 那目前虽然是有辅助插件 听说可以用中文 但因为我没有成功 所以后来我就放弃直接用英文版 反正我英文这个也看得懂 那这款如果想要玩的话要怎么样玩呢 首先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直接用电脑 去它官方网站下载它的专用组程式 因为这不会有任何问题 Apple虽然上面可以下载到 但是Apple它有锁台湾 所以台湾账号它不给你下载 而且应该也蛮多人不太希望用Apple 再来的话就是手游版 手游版其实是可以玩的 而且账号共通 但是因为台湾没办法下载 要下载你现在需要先准备其他国家的账号 或者直接去网路上面找Apple 都可以 就是你先下载任何一个国家版本都没关系 因为所有国家版本都是一样的 你去日本下载它也是全语言都有 就是没中文就是 然后下载完以后 比较麻烦一点是你更新你需要开VPN 然后你就连到任何一个可以合法下载的国家 然后先让它更新 它更新档大概应该是2G到3G左右 手游版的话 电脑版应该是5G 但电脑版不需要有VPN 所以电脑就比较方便 那手游版你下载完了以后 等到你进到游戏组画面 你就可以把VPN关掉了 那进去里面以后 一开始其实只需要跟着它的引导 先把5色打完 拿到5色基本套牌以后 就可以开始你的比赛了 那在游戏里面你可以输入序号 在商店然后到右上角可以输入序号 而这个序号的话 目前在巴哈游网游有整理 那因为里面有些序号 我全部都试过了 里面大概有一半的序号已经过期 但是有另外一半是可以用 我当时因为没有一条条整理 说哪些是可以用 哪些不能用 所以这边就不列出来 到时候就大家再自己去测试 因为毕竟那个放在影片里面 也会有时效性 然后基本上来说你拿到这些卡片 全部开完再加上基本任务送你的那5色套牌 就可以开始参加赛制了 就可以开始你的游戏制度了 那剩下其实就是大家自行去摸索 那以我目前玩的话 我虽然说有课了新手礼包 但其实这款游戏不课也是可以 因为它送你的那些牌全部开完以后 大概可以拿到个三到四张的密西 以及传说自由兑换 想要把自己想要的一些牌换进去是可以的 但这里需要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打基本赛制 基本赛制是会限制哪些牌可以用 哪些牌不能用的 而我会课新手礼包就是因为 我不小心把一开始抽到的自由兑换券 拿去换了一些赛制根本不能用的牌啊 所以说就这样子浪费掉了 那大家在玩之前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以上就是算是简单的介绍 那如果大家对木耀峰会有兴趣的人 可以自行去体验试试看 当然全英文就是一个门槛 如果非中文不玩的话 那大家在自行斟酌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